大家好我是豆妈 今天才知道原来甜面酱就是用面粉做的 成本低到你无法想象 接着往下看 300毫升清水倒入盆中 放3勺生抽 2勺老抽 2勺蚝油 3勺白糖 30克面粉 混合搅拌均匀 一定不能有小面疙瘩 倒入锅中 用小火慢慢加热 煮至浓稠冒大泡即可 像这种拉丝状态 关火倒入盆中 甜面酱做法简单 食材普通 但是用途广泛 卷饼拌面 卷烤鸭蘸萨都好吃 学会不用买了 收藏备用吧